華山文創園區跟中國有關 台灣有很多地名很中國風 像是中山堂 中正紀念堂這類的 但相信你一定也聽過華山文創園區 但它跟你想的不太一樣啊 最一開始其實是為了紀念 日本時代第一位總督華山之際 國民政府來台灣以後才改名為華山 在過去這裡是台北市的第一酒廠 以生產水果酒聞名 這裡有華山車站的貨運站 處理大道城跟台北之間的貨運 到現在仍然可以在園區的大草皮上 看到軌道的遺跡哦 華山車站一開始被稱為華山貨運役 戰後改為華山貨運站 做的還是貨運的業務 由於鐵路地下化的推動 業務才被南桿站取代並被廢掉 而現在華山文創園區 成為了北台灣最重要的文創基地 在這裡除了週末有各式各樣的文創市集以外 還會有各種展覽是大家常去的文創基地 但這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